生不出儿子 眼睁睁看着丈夫外遇 甚至被放话要休妻扶正小三 正宫无助却无力挽回局面 甚至开始出现被害妄想 与其被杀不如先下手为强 正宫杀夫后烹饪尸块弃尸 还把家里的血腥痕迹彻底清理 仿佛在这个世界上 从来就没有丈夫的存在一样 自私欲求不满不是原罪 但伤害到其他人 不论直接或间接都不应该 欢迎收看五二汇科室情谕教室 我是何慧荣 港片《神探大战》在台湾即将上映 其中的案件编号 ABDRN9607888的烹尸案 其实是改编自香港真实案件 康宜花园烹夫案 这是香港史上第一例 在无法证明被害人确定死亡的情况之下 宣判杀人罪名成立的案件 接下来就带各位还原来同去脉 香港岛东区一带康宜花园低座一处入宅 屡屡传出争吵声 男主人是57岁的塑胶染料厂的老板 傅唐 女主人马杰之 比老公大一岁 两个人育有两个孩子 都是女儿 马杰之可以说是从年轻时候 开始跟着老公打拼 基本没在外面工作 就负责打理家里照顾孩子 都说糟糠之气不可气 偏偏这父堂就这么现实 看上了别的女人 理由是原配生不出儿子 就这样大喇喇 包养了30多岁的情妇 并生下一名儿子 这让马杰之怒火中烧 感到婚姻中深深的背叛 每日的疑神疑鬼 不仅是让男主人 连最后一丝的愧疚 都被消磨殆尽 马杰之自己 更是开始出现各种幻觉 尤其是在丈夫说 迟早会跟自己离婚 把小三扶正之后 马杰之觉得 自己的人生被毁了 甚至他怀疑 自己坚持不肯离婚 丈夫可能会为了达成目的 杀了自己 于是1988年2月22日这一天 两个人爆发激烈争执 怪的是 就在这一天之后 男主人傅唐从此 人间蒸发 马杰之跟傅唐所生 其中一个女儿叫做傅美玲 她发现在父亲失踪这一天 家里发生了怪事 平常情绪起伏 有些异常的母亲 这一天特别冷静 而且就从这一天开始 家里处处都有很大的变动 丢掉地毯挪动家具 甚至搬家 也或许傅美玲觉得 母亲成日 情绪低落 愿意转换心情也是极好的 就没有多想 不过有一件事 让傅美玲一直耿耿于怀 那是当天母亲在打扫的时候 脸上挂着血迹 还冷冷地说 你父亲想杀我 我用铁锤打死他了 先别说 瘦弱的马杰之 有没有这么大的力气 可以干掉一个男人 再者 马杰之这段时间 总是精神恍惚 还总带有 被害妄想症 傅美玲一时间 还真无法判断 母亲所言真假 毕竟 活要见人 死也要见尸吧 这不是什么都没有吗 也许爸爸 只是去外遇对象那里罢了 傅美玲日想夜想 净托了一个月财报案 重案组接手调查此案 绝对被认定是案发现场的 康夷花园住宅 以及后来在湾仔汕头的新住所 进行地毯却搜索 却几乎一无所获 一方面 当年办案科技还没有这么先进 很多物证换作是现在 可能有机会起到关键作用 但在当年 根本做不了什么DNA定势 见识人员即便找到血迹 那也只能去判别血腥 你要想血腥才这么几种 只能用来做删去法 完全无法证明身份 当年就是在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谓的傅唐遭杀害的侦办方向 完全卡关 于是他们只能从马截之当作突破口 一遍又一遍地劝说 套话沟通 终于让马截之吐石 他说因为丈夫要杀他 他只好拿铁锤反击 后来怕遗体被发现 只好买电锯来分尸 这个部分还真的查到购买电锯的单据 但是肢解完还是有被发现的可能 于是他异想天开 用烹饪尸块的方式 一锅又一锅 先将尸块包熟 再用烤炉烤过 最后分批当作厨鱼丢弃 为了掩人耳目 包含租外用的工具 尸块烹饪厨具 都是分次分批在不同的地点丢弃 听到这里 探员还是觉得 从头到尾一人犯案的难度太高 没想到马截之坚称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就是怕被丈夫杀害 只好先下手为强 云以为只能朝着女贤口供侦办下去时 胶着的案情出现了转机 马截之的弟弟到警署自首 他说知道姐姐一直被欺负 于是就带着几名朋友 配合姐姐的指示 假扮成绑匪 把姐夫给绑了 并且威胁他交出20万 这是姐姐希望对他的父亲 做的一个萧萧补偿 没想到姐夫可能是识破了 说什么也不肯配合 就只能继续绑着 交给姐姐处理 后来姐夫一度挣脱 姐姐又打电话求援 那时候算是进屋子 最后一次看到姐夫了 他那时候看起来有些神志不清 不过既然姐姐说他想逃 那就绑在椅子上绑牢一点 离开之后就不知道情况了 这样的供词对警方来说 算是很大的突破口 虽然马截芝的弟弟 没有直接杀害姐夫 却也是间接的帮凶 这跟马截芝斩钉截铁的说辞 有出入 只是即便如此 马截芝也只是淡淡的 肯定弟弟的供词 说确实有帮忙捆绑 但杀害仍然坚持血液转犯案 既然说是独自犯案 他肯证至少也算破案了 偏偏让警方最头疼的是案发现场 几乎可以说是干净到不行 不留一点痕迹 什么毛发骨蟹全没找到 一堆家具地毯早就被清运了 整间屋子只剩一间卧室 能找到一些小黑点 是血迹 但是帮助不大 基本也只能确定 跟死者的血型吻合 反而还找到了一些 对控方不利的证据 有一封信 有马截芝的庶民 还写下了身份证号码跟日期 里面提到 我是富堂的妻子马截芝 如果发生意外 死亡一定是富堂所为 希望有人替我申冤 杀依锦百 作为坏男人 杀妻求心欢的警戒 从这个角度来看 马截芝根本就是活在恐惧之中 难道他是在家庭悲剧之下 不得已而为之吗 全案就在没有任何 直接证据的情况之下 仅凭马截芝的说辞开庭选礼 一到法庭 马截芝就一改说辞 坚称自己没有杀人 辩方律师也指称 被告有精神分裂 以及被害妄想 他以为自己杀了丈夫 这只是幻想 法庭上也请来的专家证据 没想到精神病学家 也倾向辩方律师的说法 认为马截芝已经分不清 现实和幻觉了 也的确 全案如果硬要说是 富堂虽然有遭袭击 但是没有被夺命 纯粹失踪了 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对比马截芝 大动作撤换家具 把家中物品丢了个精光 还买了电锯 似乎有些太过矛盾 最后就在没有找回 任何尸块的情况之下 1988年10月5号 陪审团裁定 马截芝误杀罪名成立 判他进入精神病院 接受无限期治疗 毕竟无法完全撇除 富堂仍然在世的可能 因此无法对马截芝判处 谋杀罪名或是死刑 但是依照他混乱的精神状况 强制治疗也是必要的 至于马截芝的弟弟 被认定没有参与行凶 因此判得很轻 两年徒刑 缓刑两年 主要是因为 全案源自于家庭悲剧 听到姐姐的遭遇才会假装 打劫榜人 全程没有手持任何的武器 被认定日后再放检几率不高 因此获判缓刑 当庭获释 这起沙夫烹尸案 算是非常著名的香港十大奇案之一 在案发之后 被认定是案发地点的 康宜花园住宅 总有闹鬼传闻 周边的住户也都接连搬走 更别说该住宅成了传说中的 香港最猛凶宅之一 原本在FR之后 曾经以港币100多万元 卖给投资客 投资客原本打算转卖 但是根本卖不掉 后来只能租给外籍人士 前87级职业足球员汤美 就曾经租过 后来陆陆续续 业主想要脱手都没有成功 时至今日 三十多年过去了 最近一次放出出售消息 是挂着车位卖750万港币 周遭的行情大概是千万港币 是有便宜一些 但是换算成新台币也要2800多万 房价果然惊人 当然这都是体外话了 不过话说回来 因为在感情中袭来的背叛感 说不痛心 那都是骗人的 或许转念一想 凭什么你难过得要命 他却乐逍遥 不乐意对吧 所以别忘了时刻提醒自己 我们敢爱 但也敢在你不爱的时候 替全世界爱自己 想看神探大战是如何改编此案 欢迎到我的脸书 参加赠票抽奖搜寻辣七不落七 惠客室何惠蓉 赠票活动即将截止 感谢您收看这一集 无二惠客室情欲教室 我是何惠蓉 我们下回见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可以说是妈妈料理的百搭神器 把底下喇喇再来吃 为什么 因为最底下 你可以看到一颗一颗的鲍鱼 是真的可以存在的 现在上快点购来订购 马上就可以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五星口感的总统级高级享受